首先我先介绍原料 原料有大虾肉 鸡蛋 玉米淀粉 葱姜蒜 调味品质 料酒 盐 白糖 胡椒粉 米醋 泡辣椒 小香葱 水淀粉 下面我开始制作大虾 大虾 首先去掉虾馅 片开 挑出虾馅 片好的大虾 里面放入 盐 少许 料酒 半勺 胡椒粉 腌入底味 下面我们来制作一个糊 制作这个糊所用的原料是淀粉 鸡蛋 把鸡蛋 磕入到淀粉当中 淀粉四两 鸡蛋两个 顺一个方向搅拌 使淀粉 鸡蛋 充分地溶解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加入适量的色拉油 二十克 二十克 酥辣油 在这个糊中 起到润滑增酥的作用 把鸡蛋 把鸡蛋糊打得像奶油一样 绵软 润滑 就可以了 腌好的虾肉 放入糊中 搅拌均匀 裹匀 护着虾肉 揪着虾尾 逐一地放入到油锅中 油的温度 始终保持在 五到六成热左右 将相互粘连的虾 轻轻敲散 虾肉定型 捞出 再升一下油温 进行第二次复炸 鸡蛋糕 虾肉 到金黄色 在锅中碰撞出现脆响的时候 虾肉炸好了 锅中放入少许底油 放入少许底油 放入少许底油 上的ç油 Deixa它过入少许底油 放入少许底油 放入少许大油 炒香 加入 料酒 一勺 盐少许 白糖 两勺 醋 两勺半 清水 烧开 调好味道 淋入水淀粉 使芡汁凝固 炸好的虾 倒入锅中 裹上味道浓郁的鱼香汁 这道菜就可以出锅了 淋入锅中 小香葱末 好了 制作完成 制作鱼香大虾这道菜 注意的要领是 首先 鸡蛋糊的比例 吸筹一定要合适 过软 虾肉挂不上 出现炸锤的虾肉 没有松酥的效果 过硬 护厚 会失去它松酥的口感 制作鱼香汁 泡辣椒 葱姜蒜 一定要炒得浓郁 味道香厚 体现中浓郁的川菜 鱼香的味道 另外要注意 盐 糖 醋 三个调味的比例 一定要合适 这样制作出来的鱼香汁 味道才会 酸甜 适中 微辣 咸鲜 鱼香大虾 制作结束 咸鱼香大虾